第三章 注解家对 这心着静的探讨 中国禅宗法门分为顿悟与建修 这是一波 新法 足位与否的关键 也是历史上南 北宗之争的根源 静空法师认为禅宗弘阳区氏是无族人大师传出两支 南方是六祖慧能大师 以本来无遗物 为宗 街上上根人 是明顿教 北方是神秀大师 以诗诗勤服侍 为宗 街隐大圣人 是明见教 原诀经书抄随文要解 提到 四祖为懒荣禅师曰 复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和沙功德总在心缘 一切见门 定门 会门 神通变化 西字句族不理辱心 笔者认为这类似六祖所言的自信本字句族 自信能生万法 佛典告诉我们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即法 法即心 即心即佛 非心非佛 愣言经 说 知见立之 即无明本 知见无见 私即涅槃 一明解脱 六祖也提到起心即是大于人 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坚决 舍失密菩提 恰如囚兔脚 所以我们不要做心外求佛的外道 而上述的集字是当下 就是 或不离的意思 本章将针对几本 六祖谈经 直解书 注解书 或是佛典 对补着心补着净表示看法的内容做探讨 例如 梁乃虫教授从诠释学的操作型定义 而指出不这心不这净是无下手处的 黄连忠教授从教定学原则来决定经文 他是根据金刚经 破相显性不执着 兵符宝居是以神会语录 谈流通本 宗宝本 经文这心者净是错误的理由等 此外 胡适认为没有人会叫人这心这净的 而笔者认为诠释 校定的结果都要配合历史史实 第一节 梁乃虫教授所谓的操作型定义 梁教授指出读了六祖谈经做产品后 看不出来要如何去实践 有关 做产 的操作型定义 严格来说 该段经文并没有讲清楚 而笔者认为如果改为不看心不看静就有讲清楚了 很多版本都采用不看心不看静 可参考 大正藏 T48N2007经敦黄本 谈经 另一方面梁教授认为六祖是知道的 但并没有讲出来 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科学 所以不知道讲解时必须要有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而梁教授认为 射心内证的方向 其实就是 作禅 的操作型定义 紧摘录其书部分内容如下 Q 这就是您教的那一招吗 一知道那个是被了解的 就要知道那就不是 知换即离 离换即觉 你审查到那是静或是心 或审查到不动凡有所知 有所见就要警觉那些都是被知的 就要离 就要反省 就要回头 要这样子做 A 对 就是这个 这样才是实践 我讲的 射心内证的方向 里面教的就是实践的方法 读了这一段 你看得出来要如何去实践吗 也就是有关 作禅 的操作型定义 严格来说 这段经文并没有讲清楚 六祖之不知道呢 他是知道的 但并没有讲出来 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科学 所以不知道讲解时必须要有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我讲的 射心内证的方向 其实就是 作禅 的操作型定义 里面讲的那一招就是一个实践的方法 从操作型的定义来解释 原不这心 亦不这静 亦不是不动 是很容易的 心 如果被你知道了 那就是被知的 静 一旦被你知道了 那也是被知的 不动 被你认知了 被你拿来讲了 是不是也是被知的 这些全是在被知范畴里的 那我们 作禅 是什么呢 就是离开被知的 只要离开被知的 就能回到知觉者 回到本性 本性本来是清静的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些六祖在经文中都讲了 只是他在叙述时没有讲成是操作型定义 要变成操作型定义 就要先定义哪些是被知的范畴 而只要有被知 一定有一个知觉者 他不是被知的 所以不在被知的范畴内 这个定义一定出来 那么作禅怎么做 就是离开被知的范畴 只要是被知的 就都离开 这样是不是方法立刻就出来了 这个方法并没有包含在小鱼作禅品大鱼里面 梁教授认为从 原不这心 亦不这静 亦不是不动 的经文来解读 会让人走偏 其理由如下 看这段经文就知道他其实清楚得很 只是讲不出来 如今变成可以讲出来 这也是人类文化进步所致 而且他这样的讲法会让读的人走偏 为什么会走偏 比如说他这里讲 原不这心 亦不这静 亦不是不动 大家就容易误解 以为六祖要我们不这心 不这静 也不这不动 只要这三个 除此以外的就可以着 我的讲法则是 凡是被知范畴内的全都不可以着 所以就不是只有这三个的问题 而是有无穷的数量都统设在内 知道这些只要一被知 那就不是 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述梁教授所言 只要这三个 除此以外的就可以着 的看法 笔者基本上认为 学佛者是知道不可执着的 但是心是一身之主宰 何况佛经说 一切为心造 如公化成形 四圣六凡皆心化 诸佛当初也众生 六祖教人要知道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 直乐成佛 参照机缘品经文 世人外迷着香 内迷着空 若能于香离香 于空离空 即是内外不迷 若勿此法 一念心开 视为开佛之见 从谈经前后脉络得知要远离有 香 与无 空 两边 而且不可执着忠道的 所以六祖教是门人做禅不可怎么样 应该是强调修行不可造作 不可知见立之而成无名本 也就是不可投上安头 算是针对某些人的禅法不如法而发的言论 尤其做禅品经文提到 禁无形香 确立禁香 言是功夫 做此见者 仗字本性 却被禁服 因为禁香是属于方便官的取香做官的对象 而为达到如实观的无相而解脱之境界 套用梁教授的话操作型定义 得知有些人修行是属于造作的方式 依此推论可知是评论对方北宗人 看心看静的禅法的 尚可证明做产品经文应该是不看心不看静的 还有梁教授的高见 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放掉意识心 六祖的祭祀队友的修行者会有帮助 就在这里 他一下子就要你放掉 你一放掉 立刻就会懂 真正的懂就是要把意识心放掉 而不是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修行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其详细内容如下 六祖不是要表达相对世界里的事 而是超越相对世界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呢 有啊 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 所以严格说来 六祖就是在讲本性的性质是什么 我曾经讲过的什么是 真我指的就是这个本性 而六祖则把心念这部分定义为心 并不在他定义的境界和相中 所以他定义的境界和相与我定义的 被知的范畴还是有一点差异 因为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他接着说本性自尽自定 这个本性就是清净的就是不乱的 也就是我们的知觉者 我们的本来面目本就是清净的是不乱的 而这部分又不属于他讲的心 已经超过了心 他知道心与本性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所以就补上这一句 而一般人看不懂 常常会把这个心和本性混在一起 因此他后面要加上 本性自尽自定 如果本性自本来就是清净的 就是定的 那有什么乱不乱呢 根本就没乱啊 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清楚中间还有层次 就知道有这个问题 六祖本身是知道的 但是在这里交代不清楚 我想六祖讲到前面那几句的时候 对自己的讲法仍然不满意 因为修行离不了坐禅 说法时都得解释 做而他对做的定义又和一般人不同 所以他觉得最好连 做字都不要 直接就讲禅 点点点点点点点 重新立一个名词禅定 那什么是禅定呢 外离相为禅 请注意这里的禅和前面的坐 是一样的意思 经文读到这里 会让人觉得有点凌乱 为什么凌乱 是因为六祖一面讲 一面在做调整之故 在他的说明里 每一个字都是随他解 随他定义的 内不乱为定 内心不乱就是定 这里的乱不乱是指什么呢 你心念不起时就不乱吗 或心念比较少时 也比较不乱 心念太多了 起起落落 当然就是乱象 起心动念开始减少了 这样就不乱了 不乱就是定 那禅定是什么 就是外离相为禅 内不乱为定 而这里对定的解释 却和前面 坐禅的禅字的意思相同 可见当时六祖说法时 的确有点凌乱 外若这乡 内心极乱 如果执着外面一个个被知的 你的想头自然会很多 内心就乱了 外若离相 心急不乱 若能远离外面被知的相 不执着了 此时内心就静下来 念头少了 心也就不乱 所以真正的修行 就是要放掉意识心 六祖的祭祀队友的修行者 会有帮助 就在这里 他一下子就要你放掉 你一放掉 立刻就会懂 真正的懂就是要把意识心放掉 而不是拿着意识心 在那里擦意识心 修行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述文字中 笔者认为 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就是造作行为 是北宗人 看心看静 的禅法 所以做禅品经文应该是 不看心 不看静 因为诚如梁教授所言 不是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修行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叫门人作禅 不这心 不这静 笔者相信神秀大师及北宗人也都会这样叫的 但是叫门人作禅 不看心 不看静 叫适合由开悟的祖师来叫 因为笔者认为叫门人作禅 不看心 不看静 是比叫门人作禅 不这心 不这静 更为有深度与层次 又配合时空的 第二节黄连忠教授教定 谈经的原则 黄连忠教授主张 谈经 做产品经文应该使用 不这心 不这静 的原因 笔者发现在其一篇重要文章 小于敦煌写本六组谈经的发现 与文字教定方法 除以大于找到了线索 内容如下 敦煌写本 谈经的理效 内容与特色 笔者浅见以为应依据会能讲解 新刚经 内容的要只观察 这是波罗无助的思想 强调 于一切法上 乎有执着 会能从人的本性 本来就不执着说法性的 本体 体 是无助的 再说不执着的 境界 相 是开悟解脱 再说修行的 功夫 用 也是不执着的 所以体 相 用都是不执着的 这也是判断上下文意 是否通达于会能思想而去以校正的理据 这也是 李孝 敦煌写本 谈经的主要内涵 笔者浅见 认为根据禅宗典籍 以及胡适先生 以及胡适先生与印顺法师 丁福宝居士 净空法师的红法文字党曾提到他看过十多种谈经版本的研究成果 发现有文本可找到北宗人看心看静的禅法证明 而且谈经有六组会能大师教室作禅的重大时空背景 研究者是不能直接跳脱人士议题而不论这层意义的 另外 前文也有提到在黄教授所着的敦博本 六组谈经之解 孝室第58到59页 谈论他对经文用字的主张 第三节 善性导师从实证所得论 不这心不这静 从佛成宗善性导师所着六组谈经之解的做产品 得知他是采用不这心不这静来解释经文的 他引用为是学观点谈禅修时的不动是意识不动 而非北宗人的身体常做不动 他强调体相用意如 时空统一 是直接以佛法研究谈经而为注意到历史的时空背景的 也可能是考虑到现今网络 多媒体高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 弘法对象要超越时空 国家民族历史背景 因此采取不这心不这静的立场吧 此外 从该书的简介可得知 佛成宗善性导师杨伯光先生 以实修实证者的立场 对六组谈经 所执解 他的理念值得参考 内容如下 此经最大优点 就是执述佛之本怀 法式加谋尼佛弘法四十九年所传之宇宙观 生命观 方法论的重点 几乎全浓缩在经文之中 一个不是字的人 因 自信 流露 居然能把无上佛法做如此精辟 简要之全是 这将带给众生无量解脱 正道 成佛的机会 故此经之重要性不言可遇 本书是以 直解 方式 阐释经文内容 所谓直解 即是对于琐碎 且与佛法无关 储不多着墨 在此主要讲真正的精意 一般文字解 由于缺乏实证 智慧能真正深入佛经之真谛 因此对于众生的帮助自然有限 所谓实证 是要信解行证 实际下功夫证明到佛经所说之真理 而非仅是礼物 实证境界非一般文字解所能及 一位实证者知知解 必可助您快速掌握修行关键 使读者见地得以提升 福会更为圆满 第四节心 静思想之探讨 以六祖谈经及相关点集为中心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提到禅宗五祖红忍大师说 不是本心 学法无义 若是自本心 见字本性 其名丈夫 天人师 佛 佛教称呼出家人的术语 沙门的意思是 是心达本 即是明心见性 解无为法者 国父也曾说 国者人之机 人者心之弃也 可见心是人身的主宰 也是万事万物的本源 儒家四书的大学一书也说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又说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观今世风日下 道德不受重视 圣教衰为 乱象太多 世人像是乱了方寸 人心多不定 而造业感召天灾地便贫人 佛家讲求净化心 义是已成佛 但是六祖会能大师主张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坚决 离世密菩提 恰如求求兔脚 是佛的心 又强调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从六祖谈经 松宝本可找到252个心字 在不同品有不同的意义 涉及大圣佛法的三大体系信空为明系 是般若空宗的思想系统 虚妄为世系 是法相有宗的思想系统 珍藏为心系 佛成元觉宗的思想系统 因为祖师皆基度众 观基斗教而随缘说法 所以法无定法 总以破相显性 破直显理为宗旨 六祖强调 我此法门 从上以来 先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可说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最上成教育法则 以下是宋朝明教 契松大师对六祖谈经 心性思想的领悟所得 指出所谓义多而心义者也 亦有决义有不决义 心有真心有妄心 皆所以别其正心也 方谈经之所谓心者 意义之决义 心之实心也 值得参考的内容很多 只摘要如下 大哉心忽 姿势变化 而清静常若 凡人 圣人 忧人 显人 无所处而不自得之 圣言忽明 凡言忽媚 媚也者便也 明也者父也 便父虽说而妙心义也 史诗加文佛 以诗而传之大规是 大规是相传之三十三世者传诸大剑 六祖诗号大剑禅师 大剑传之而亦传也 说之者亦亦多端 故有名同而识亦者也 故有亦多而心亦者也 约险肉心者 约圆律心者 约极起心者 约坚实心者 若心所知心亦多也 是所谓名同而识亦者也 约真如心者 约圣灭心者 约烦恼心者 约菩提心者 诸修多罗其类词者 待不可胜数 是所谓亦多而心亦者也 亦有决亦有不决亦 心有真心有妄心 皆所以别其正心也 方谈经之所谓心者 亦亦知决亦 心知识心也 其者圣人之将隐也 乃命乎归是 教外以传法之要义 其人至机而妄返 故欲后世者提本而正墨也 故涅槃曰 我有无上正法 西以父主谋喝加业以 第二项黄埔禅师论心以 传心法要为主 黄埔断断祭禅师的名著 传心法要提到 观佛座清净光明解脱之乡 观众生座构着暗昧生死之乡 作词节者立和杀节中不得菩提 围着相顾 此段法语让笔者联想到 金刚经所说的虚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父子 虚菩提 菩萨于法 应无所住 心于不失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生相 未处法不失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以下是有关 传心法要 及晚灵路的内容摘要 为此一心即是佛 佛与众生更无别意 但是众生者相外求 求之转师 使佛密佛 将心捉心 穷节尽行中不能得 不知习念望律佛自现前 此心即是佛 佛即是众生 为众生使此心不减 为诸佛使此心不添 乃至六度万行和杀功德 本自具足不嫁修天 欲缘即失 缘习即即 若不决定信此是佛 而欲这相修行以求功用 歇视妄想 与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 更无别佛 亦无别心 此心明静 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 举心动念即乖法体 即为这相 无始以来无这相佛 修六度万行 欲求成佛 即是次第 无始以来无次第佛 但无一心 更无少法可得 此即真佛 佛与众生一心无异 犹如虚空无杂无坏 如大日轮照四天下 日生之时明便天下 虚空不曾明 日眉之时暗便天下 虚空不曾暗 明暗之镜自相灵夺 虚空之信 阔然不变 佛籍众生心意如此 若观佛做清净光明解脱之相 观众生做构着暗昧生死之相 作词节者立和沙节中不得菩提 为这相顾 为此一心更无为尘 许法可得 即心是佛 如今学道人 不悟此心体 便于心上升心 向外求佛 这相修行 皆是恶法 非菩提道 问 何者是佛 诗云 辱心是佛 佛即是心 心佛不义 故云即心是佛 若离于心别更无佛 余若自心是佛 祖师昔来如何传授 世云 祖师昔来为传心佛 直直如等心本来是佛 心心不义故名为祖 若直下见此意 其顿超三成一切诸位 本来是佛不嫁修成 余若如此 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 世云 十方诸佛出世 其共说一心法 所以佛密妇与魔喝大家夜 此意心法体 尽虚空变法界 名为诸佛理论 这个法起是辱于言句上解得他 亦不是于一机一镜上见得他 此意为是默契德 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 若欲会得但之无心 忽悟即得 若用心理学取 即转远去 若无其路心 一切取舍心 心如木石 时有学道分 第三项憨山大师论禅世自新 有人到黄梅子云山项憨山大师 请求指点降服自新的法门 内容与禅法有关 强调要超生了死 必要把一切万元尽情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以下是师资道何之情形 自云心中生灭 面面不停 犹如野马 恪求开示 云何降服其心 老人士之约 学人修行 唯生死大事也 以心中念念不停 故生死不断 律师为了生死 必要把一切万元尽情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然有无使习气 种子不得干净 必须参一话头 纸上都有 但不知下手功夫 难以绝法 必须参善之事 开示方便 是他行过的 小得意入处 如六祖习闻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当下开悟 世人不知 当而庙道理会 原不是庙 因习有助 经文无助 故当时放下而得开悟 有何庙 参禅世人以禅当作道理讲 殊不知禅乃是自心 精云 不生不灭是也 吕鸣生死大事 知戒律尊崇 绝不敢犯 先要信力肯心兼致 把言庙里事事人情都要放下 此参禅仪着 原无有妙奇特 此事极拙 如肯信否 若果肯信 但把从前妄想一起放下 不容前生 缓缓钻提一声阿弥陀佛 着实靠定 要观此念从何处起 如垂伦钓与身坛相似 若妄念又生 此阴无使习气太重 又要放下 切不要将心断妄想 只把几梁树起 不可东想西想 直于妄念其处 系人家丘 定 放下又放下 缓缓又提起一声佛 定观这一声佛 毕竟从何处起 至五七生则妄念不起 又下一情 审这念佛的毕竟是谁 世人把此当作一句说话 殊不知此下一情 方才是得利处 如妄念又起 极多一声 只问是谁 妄念当下扫踪灭机 此外 憨山大师也以为是学的观点谈射心参禅的要领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修炼动中有不动 使七事不行 八事蹦裂 便是了生死的时节 内容如下 佛云 除睡常射心 睡时不能射心 一醒就提起话头 如此不但做如是 行住茶饭动静亦如是 在仇人广众中不见有人 在朱洞中不见有洞 如此见有入处 七事到此不行 如此日月靠定 不计功夫 一旦八事忽然蹦裂 露出本来面目 便是了生死的时节 方不负出家之志 但参禅之时 不要求悟 任他佛来祖来磨来 只是不动 念念单提行将去 忠贤 再无疑难 如是绵绵蜜蜜蜜 心心无闲 日用着力作趣 自有下落 第四项圣言法师的见解 六祖谈经的心性思想 与很多大圣经典有关 圣言法师早就针对此事 详家研究探讨了 其内容摘录如下 谈经的思想系统 虽用般若经 实则是言习如来藏的观点 用般若的控会 实证真如佛性 即是明心见性 谈经中引用 金刚般若经 者凡五见 引用文书说般若经 者一处 其目的是在证明相无而性有 强调本心及本性实在 所以般若经典 乃在取其作为修正的观形方便 那便是般若三昧及一行三昧 谈经引用 唯摩经 者记六理 共有五种观念 顿悟 守心与执心 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及式修行 动静一体 不二 此外上可在谈经中见到 大涅槃经 菩萨界经 法华经 华严经 观无量寿经 大圣本生心地观经等的思想 谈经的心理实践 名为无念法门 他又有无助 无者 无相等不同的名称 以无念得智慧 以无者离烦恼 以无相证佛性 谈经的生活实践是以忏悔 发愿 受三归一界为准则 而又将之导归心理实践的 无相法门 从上述内容可知 如果只叫人补着心 补着镜是不够周延的 似乎是挂一漏万又嫌空泛的 笔者认为必须无念 无相 无助都坚固才完整 而不看心 不看镜当然是在无相的前提之下 同时进行无念 无助的 这里的无念是当下顿除妄想 分别 执着的心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么时 当下得见本来面目 明心见性 而勿无所得 诸法必尽空 无义法可得 这是念而无念 与念离念 做到如是生清净心 而无所助 这是无为法才能达到的境界 与北宗人禅法摸不到根本 而用有为表相的功夫 是本质上不同的 第五项林崇安教授的见解 林教授在六祖谈经族本集选集 谈经的心性与佛性略探 指出六祖会能大师的佛性论 是立足于圣意和世俗二帝 一方面建立在心的世俗认知功能 一方面建立在心的圣意无我 因为不偏性觉与性极 所以以此建立的佛性论 是二帝圆容 符合佛法的缘起观 既不落入 珍藏违心的观点 也不共于一般世间的心性论 这见解编辟入离 很值得社会大众参考 内容如下 一旦同时掌握了世俗与圣意二面 便脱离断 长两边 呈现中道 此即不二之法 会能以这种方式来掌握中道 更可以由入灭前的副主看出 敦煌本 六祖谈经中 会能说 若有人问法 出语尽双 皆取法对 来去相因 究竟二法禁除 更无去处 外境无情对有五 语言法相有十二对 自信启用有十九对 此处以相对的方式来阐述佛法 同样在曹西本 六祖谈经中 会能说 若有人问如意 问有将无对 问无将有对 问凡以圣对 问圣以凡对 二道相因 生中道义 以明显暗 以暗显明 来去相因 成中道义 余问西皆如此 可知上述 佛性的常与无常便是采用 常与无常对 二道相因 生中道义 来去相因 成中道义 这种佛性论 是二地圆融 符合佛法的缘起观 套用 心经 的句子 可以说会能的 佛性论 是 心不亦空 空不亦心 心即是空 空即是心 林教授认为六祖会能大师阐述佛法的方式 目的很清楚是要破除边界以掌握中道 他又分析 性极论者 性觉论者 所重视的差异 指出前者重视心的 自信空 是以 理 为重 后者重视自信空的 心 是以 事 为重 双方分别强调圣意空性与世俗觉知的一面 唯有掌握两面才是中道 又说道 依据缘起的观点 众生在生命长流中 处在开放的系统和动态的过程 个体生命在与外界的互动中 涉及先天 后天的影响 然而将 众生心的认知功能 称作佛性 或是将 众生心的空性 称作佛性 从世俗地或圣意地来论 都是不与佛法的缘起观起冲突的 此外 禅宗石牛图就是将修行心法以图画来表示所产生的作品 世道一合一 禅一合一的例子也是值得参考的 第五节搜寻 这自在般若系典籍与禅籍出现的情形 有关天台宗之禅观 楞严经之禅观 维世学之禅观部分 笔者先利用电脑搜寻2008年版的《大正藏》与《万新转续藏经》 资料库 然后再搜寻般若不点击资料库 最后才则要说明之 搜寻所得部分将以图片呈现如下 复图一 在2010年11月25日以这自搜寻《大正藏》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共得74924项 著 经名之后的数字代表页数与栏位 此外 笔者顺便搜寻与看字有关的部分 例如以看心 看镜 不看心 不看镜 搜寻《大正藏》与《万新转续藏经》 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最后与这心 这镜 不这心 不这镜 做比较 而得到以下的数据资料 复图2 以A 看心 B 这心 C 不这心 D 不这镜 E 不看心 F 不看镜 搜寻《大正藏》与《万新转续藏经》 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下画线不这心 不这镜四解门而不看心 不看镜四解门 行门并重 复图3 以 看镜 搜寻《大正藏》 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得知第48册第2007经 看镜 出现四次 主 经名之后的数字代表叶数与兰位 第六节结论 汉山大师在众课 六祖谈经 得一本众课之曹西原本 蓄里提到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乃云未说一字 末后碾花 家夜破颜为笑 于是有较外别传之指 西天四期 祖祖相传 是为新印 达摩东来 直指一新 不立文字 六传至曹西 依波乃指 以其信心者众矣 六祖得黄梅新印 以物本来无一物 遂为的古字 开法于曹西 以无说而说 门人废生竹快 祭之曰谈经 其所指示 虽般若一心 心外无法 达摩西来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不立文字 目为单传 此经岂非文字呼 然书不知此事 人人本来具足 不欠义法 不立义法 此谈经者 人人皆知出于曹西 而不知曹西出于人人自信 人人皆知经为文字 而不知文字 只指自心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一味平等 原无先毫回必处 净空法师认为 学佛就是学觉 学物 觉悟本性 本性之中 妙占原籍 圆满具足 如来智慧得香 法界原是一真 一香 一行 奈何众生自作聪明 知见力之 不悟实乡 染着五欲六尘 其无量迷障 沉沦六道 生死流转 时由于此 佛祖慈悲 昔来之指 叫我们顿悟本性 自成佛道 是以迷关未破 万劫苦修也不能超凡 普愿大家有志同学 笔者学佛以后知道初学佛者要执着于佛 法 僧 要看心 是看守着自己清净无为涅槃的这个清净心 未成佛实是有念的 要有六种正念 即念三宝 佛 法 僧 即念师 念戒 念天 无念而念 无助生心才是正定 佛陀的五十八教 一生红法四十九年就是视线一心不二乱的 至于领悟空 无我的道理就是正见了 至于为世学对境 染的见解 以及为魔结晶所谓的不二法门 可参考以下列举的内容 一六十三读建立忍尽根本 谜和演义 云 小城不信有八事 独有六事 三读为能熏 六事为所熏 三读熏六事 流转生死 为忍根本 三读不熏 以界定会熏六事 即正涅槃 为尽根本 出帝即为八 愣家经 第四云 出帝则为八 第九则为七 七亿复为 八第二为第三 第四为第五 第三为第六 无所有何次 祝云 顿教不立阶级 故许互为 莫言无所有何次者 为一切具浅 何论次第 敬明莫祝 为魔经云 于是文书师立问为魔结 我等各自说以 人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时为魔结莫然无言 文书师立探约 善灾 善灾 乃至无有文字语言 是真入不二法门 从上文可知法门有无次第 是关系道建修或顿悟的层次的 而不二法门 是超越文字语言香的 为魔结莫人正式以身世道 也表示要超越新元香 名字香 攀元香等虚妄香的 有关六祖谈经 做产品 经文到底是使用 不这心不这静 还是不看心不看静 笔者认为灵木大拙 较定敦煌本还有使用 不看心不看静 而与景博寿主张用 不这心不这静 竟然与其历史学术专长相反 也许是一时不察而已 柳田圣山者 侮辱军意的中国禅思想史 可供参考 其文提到 西田 灵木方面倾向于哲学 而舍弃历史 与景方面则倾向于历史研究 而忽视哲学 其详细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无名要注意这样的事实 西田 灵木两博士的哲学 与景博士所代表的印度哲学研究 都采取同样的态度 本着与西方文明接头而对东方的东西 做深刻的学术反省的立场 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方向里 闭言以闭之 西田 灵木方面倾向于哲学 而舍弃历史 与景方面则倾向于历史研究 而忽视哲学 一般地说 禅河学术距离最远 但在思想方面 却被连接到最为近代的哲学上去 重读目前的文件 第三章注解家对 这心着静的探讨 中国禅宗法门分为顿悟与建修 这是得一波新法 祖位与否的关键 也是历史上南北宗之争的根源 静空法师认为禅宗弘扬区士 是无族人大师传出两支 南方是六祖慧能大师 以本来无遗物 唯宗接上上根人 世明顿教 北方是神秀大师 以实时勤服事 唯宗接引大圣人 世明建教 原诀经书抄隋文要解 提到四祖为懒荣禅诗约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和沙功德总在心缘 一切见门 定门 会门 神通变化 西字巨族不理辱心 笔者认为这类似六祖所言的自信本自具足 自信能生万法 佛典告诉我们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即法 法即心 即心即佛 非心非佛 愣言经 说 知见立之 即无明本 知见无见 思即涅槃 一明解脱 六祖也提到起心即是大于人 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舍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脚 所以我们不要做心外求佛的外道 而上述的即字是当下 就是或不离的意思 本章将针对几本 六祖谈经 直解书 注解书 或是佛典 对不这心不这净 表示看法的内容做探讨 例如 两乃虫教授从诠释学的操作型定义 而指出不这心不这净是无下守处的 黄连忠教授从教定学原则来决定经文 他是根据金刚经 破相显性不执着 兵符宝居是以神会语录 谈流通本 宗宝本 经文这心者净是错误的理由等 此外 胡适认为没有人会叫人这心这净的 而笔者认为全是 教定的结果都要配合历史史实 第一节梁乃虫教授所谓的操作型定义 梁教授指出读了六祖谈经做产品后 看不出来要如何去实践有关作禅的操作型定义 严格来说 严格说该段经文并没有讲清楚 而笔者认为如果改为不看心不看静就有讲清楚了 很多版本都采用不看心不看静 可参考大正藏 T48N2007经敦煌本 谈经 另一方面梁教授认为六祖是知道的 但并没有讲出来 因为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科学 所以不知道讲解时必须要有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而梁教授认为 射心内证的方向 其实就是 作禅的操作型定义 紧摘录其书部分内容如下 Q 这就是您教的那一招吗 一知道那个是被了解的 就要知道那就不是 知幻即离 离幻即觉 你审查到那是静或是心 或审查到不动凡有所知 有所见就要警觉那些都是被知的 就要离 就要反省 就要回头 要这样子做 A对 就是这个 这样才是实践 我讲的 射心内证的方向 里面教的就是实践的方法 读了这一段 你看得出来要如何去实践吗 也就是有关 作禅的操作型定义 严格来说 这段经文并没有讲清楚 六祖之不知道呢 它是知道的 但并没有讲出来 因为它那个时代还没有科学 所以不知道讲解时必须要有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我讲的 射心内证的方向 其实就是 作禅的操作型定义 里面讲的那一招就是一个实践的方法 从操作型的定义来解释 原不这心 亦不这静 亦不是不动 是很容易的 心 如果被你知道了 那就是被知的 静 一旦被你知道了 那也是被知的 不动 被你认知了 被你拿来讲了 是不是也是被知的 这些全是在被知范畴里的 那我们做禅是什么呢 就是离开被知的 只要离开被知的就能回到知觉者 回到本性 本性本来是亲近的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些六组在经文中都讲了 只是他在叙述时没有讲成是操作型定义 要变成操作型定义 就要先定义哪些是被知的范畴 而只要有被知 一定有一个知觉者 他不是被知的 所以不在被知的范畴内 这个定义一定出来 那么作禅怎么做 就是离开被知的范畴 只要是被知的就都离开 这样是不是方法立刻就出来了 这个方法并没有包含在小鱼做产品大鱼里面 梁教授认为从 原不这心 亦不这静 亦不是不动 的经文来解读 会让人走偏 其理由如下 看这段经文就知道 他其实清楚得很 只是讲不出来 如今变成可以讲出来 这也是人类文化进步所致 而且他这样的讲法会让读的人走偏 为什么会走偏 比如说他这里讲 原不这心 亦不这静 亦不是不动 大家就容易误解 以为六祖要我们不这心 不这静 也不这不动 只要这三个 除此以外的就可以着 我的讲法则是 凡是被知范畴内的全都不可以着 所以就不是只有这三个的问题 而是有无穷的数量都统设在内 知道这些只要依被知 那就不是 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述梁教授所言 只要这三个 除此以外的就可以着 的看法 笔者基本上认为 学佛者是知道不可执着的 但是心是一身之主宰 何况佛经说 一切为心造 如公化成形 四圣六凡皆心化 诸佛当初也众生 六祖教人要知道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 直乐成佛 参照机缘品经文 世人外迷着香 内迷着空 若能于香离香 于空离空 即是内外不迷 若勿此法 一念心开 视为开佛之见 从谈经前后 脉络得知要远离有 香与无空 两边 而且不可执着中道的 所以六祖教是 门人作禅不可怎么样 应该是强调修行不可造作 不可知见 立之而成无名本 也就是不可投上安投 算是针对某些人的禅法 不如法而发的言论 尤其做产品经文提到 静无行香 确立静香 严是功夫 做此见者 仗自本性 却被静服 因为静香是属于方便官的 取香做官的对象 而为达到如实官的无相 而解脱之境界 套用梁教授的话操作型定义 得知有些人修行是属于造作的方式 依此推论可知是评论对方北宗人 看心看静的禅法的 尚可证明做产品经文应该是不看心不看静的 还有梁教授的高见 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放掉意识心 六组的继子队友的修行者会有帮助 就在这里 他一下子就要你放掉 你一放掉 立刻就会懂 真正的懂就是要把意识心放掉 而不是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修行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其详细内容如下 六组不是要表达相对世界里的事 而是超越相对世界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呢 有啊 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 所以严格说来 六组就是在讲本性的性质是什么 我曾经讲过的什么是 真我指的就是这个本性 而六组则把心念这部分定义为心 并不在他定义的境界和相中 所以他定义的境界和相与我定义的 被知的范畴还是有一点差异 因为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他接着说 本性自尽自定 这个本性就是清静的 就是不乱的 也就是我们的知觉者 我们的本来面目 本就是清静的 是不乱的 而这部分又不属于他讲的心 已经超过了心 他知道心与本性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所以就补上这一句 而一般人看不懂 常常会把这个心和本性混在一起 因此他后面要加上 本性自尽自定 如果本性自本来就是清静的 就是定的 那有什么乱不乱呢 根本就没乱啊 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清楚中间还有层次 就知道有这个问题 六祖本身是知道的 但是在这里交代不清楚 我想六祖讲到前面那几句的时候 对自己的讲法仍然不满意 因为修行离不了坐禅 说法时都得解释 做 而他对坐的定义又和一般人不同 所以他觉得最好连坐字都不要 直接就讲禅 点点点点点点 重新立一个名词禅定 那什么是禅定呢 外离相为禅 请注意这里的禅和前面的坐是一样的意思 经文读到这里会让人觉得有点凌乱 为什么凌乱 是因为六祖一面讲一面在做调整之故 在他的说明里 每一个字都是随他解 随他定义的 内不乱为定 内心不乱就是定 这里的乱不乱是指什么呢 你心念不起时就不乱吗 或心念比较少时 也比较不乱 心念太多了 起起落落 当然就是乱象 起心动念开始减少了 这样就不乱了 不乱就是定 那禅定是什么 就是外离相为禅 内不乱为定 而这里对定的解释却和前面 坐禅的禅字的意思相同 可见当时六祖说法时的确有点凌乱 外若这乡 内心极乱 如果执着外面一个各被知的 你的想头自然会很多 内心就乱了 外若离相 心极不乱 若能远离外面被知的像 不执着了 此时内心就静下来 面头少了 心也就不乱 所以真正的修行就是要放掉意识心 六祖的祭祀队友的修行者会有帮助 就在这里 他一下子就要你放掉 你一放掉 立刻就会懂 真正的懂就是要把意识心放掉 而不是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修行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述文字中笔者认为 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就是造作行为 是北宗人 看心看静 的禅法 所以做禅品经文应该是 不看心 不看静 因为诚如梁教授所言 不是拿着意识心在那里擦意识心 修行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教门人做禅 不这心 不这静 笔者相信神秀大师及北宗人也都会这样叫的 但是叫门人做禅 不看心 不看静 叫适合由开悟的祖师来叫 因为笔者认为叫门人做禅 不看心 不看静 是比叫门人做禅 不这心 不这静 更为有深度与层次 又配合时空的 第二节黄连忠教授教定 谈经的原则 黄连忠教授主张 谈经 做产品经文应该使用 不这心 不这静 的原因 笔者发现在其一篇重要文章 小于敦煌写本六组谈经的发现 与文字校定方法 除以大于找到了线索 内容如下 敦煌写本 谈经的 理效 内容与特色 笔者浅见以为应依据会能讲解 新刚经 内容的要只观察 这是 剥扰无助的思想 强调 于一切法上 无有执着 会能从人的本性本来就不执着说法性的 本体体 是无助的 再说不执着的 境界 相 是开悟解脱 再说修行的 功夫 用 也是不执着的 所以体 相 用都是不执着的 这也是判断上下文意是否通达于会能思想而去以校正的理据 这也是李孝敦煌写本 谈经的主要内涵 笔者浅见 认为根据禅宗典籍以及胡适先生与应顺法师丁福宝居士 净空法师的红法文字党曾提到他看过十多种谈经版本的研究成果 发现有文本可找到北宗人看心看静的禅法证明 而且谈经有六组会能大师教室作禅的重大时空背景 研究者是不能直接跳脱人士一体而不论这层意义的 另外前文也有提到在黄教授所着的敦博本 六组谈经直解孝室第58到59页 谈论他对经文用字的主张 第三节善性导师从实证所得论 不这心不这境 从佛城宗善性导师所着六组谈经直解的做产品 得知他是采用不这心不这境来解释经文的 他引用为是学观点谈禅修时的不动是意识不动 而非北宗人的身体常坐不动 他强调体相用意如时空统一 是直接以佛法研究谈经而未注意到历史的时空背景的 也可能是考虑到现今网络 多媒体高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 弘法对象要超越时空 国家民族历史背景 因此采取不这心不这境的立场吧 此外从该书的简介可得知佛城宗善性导师杨伯光先生 以时修时政者的立场对六组谈经做直解 他的理念值得参考内容如下 此经最大优点就是直述佛之本怀 法是加谋尼佛弘法四十九年所传之宇宙观 生命观方法论的重点几乎全浓缩在经文之中 一个不是字的人因自信流露居然能把无上佛法做如此精辟 简要知全是这将带给众生无量解脱 正道成佛的机会 故此经之重要性不言可遇 本书是以直解方式阐释经文内容 所谓直解即是对于琐碎且与佛法无关处不多琢磨 在此主要讲真正的经义 一般文字解由于缺乏实证 智慧能真正深入佛经之真谛 因此对于众生的帮助自然有限 所谓实证是要信解行证 实际下功夫证明到佛经所说之真理 而非仅是礼物 实证境界非一般文字解所能及 以为实证者知知解 必可助您快速掌握修行关键 使读者见地得以提升 福会更为圆满 第四节心 静思想之探讨以六祖谈经及相关点集为中心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提到禅宗五祖红忍大师说 不是本心 学法无义 若是自本心 见自本性 其名丈夫 天人师 佛 佛教称呼出家人的术语 沙门的意思是是心达本 即是明心见性 解无为法者 国父也曾说 国者人之机 人者心之弃也 可见心是人身的主宰 也是万事万物的本源 儒家四书的大学一书也说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之所先后 则尽道以 六说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观今世风日下 道德不受重视 圣教衰为 乱象太多 世人像是乱了方寸 人心多不定 而造业感召天灾地便贫人 佛家讲求净化心 义 是已成佛 但是六祖会能大师主张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坚决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脚 儒家注重三纲 五常 四维 八得以智世 强调百善孝为先 若不孝父母 则学佛无义 现今佛教界也强调 人间佛教 人成及佛成 所以智世 尽心要齐头并尽 共同以大道真理拯救献逆的人心 第一项气松大师的见解以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为主 佛教主张禅是佛的心 又强调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从六祖谈经 松宝本可找到252个心字 在不同品有不同的意义 涉及大圣佛法的三大体系 信空为明系 是般若空宗的思想系统 虚妄为世系 是法相有宗的思想系统 珍常为心系 佛成元觉宗的思想系统 因为祖师皆基度众 观基斗教而随缘说法 所以法无定法 总以破相显性 破直显理为宗旨 六祖强调 我此法门 从上以来 先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可说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最上成教育法则 以下是宋朝明教 契松大师对六祖谈经 心性思想的领悟所得 指出 所谓意多而心意者也 必有决意有不决意 心有真心有忘心 皆所以别其正心也 方谈经之所谓心者 意义之决意 心之实心也 值得参考的内容很多 指摘要如下 大哉心忽 姿势变化 而清静常弱 凡人 圣人 忧人 显人 无所处而不自得之 圣言忽明 凡言忽媚 媚也者便也 明也者父也 便父虽说而妙心意也 史诗加文佛 以诗而传之大规是 大规是相传之 三十三世者传诸大剑 六祖诗号大剑禅师 大剑传之而一传也 说知者意义多端 故有名同而是意者也 故有意多而心意者也 约血肉心者 约圆律心者 约极起心者 约坚实心者 若心所知心意多也 是所谓名同而是意者也 约真如心者 约生灭心者 约烦恼心者 约菩提心者 诸修多罗其类词者 待不可胜数 是所谓意多而心意者也 必有决意有不决意 心有真心有妄心 皆所以别其正心也 方谈经之所谓心者 意义之决意 心之实心也 其者圣人之将隐也 乃命乎归是 教外以传法之要义 其人至机而妄反 故遇后世者提本而正墨也 故涅槃曰曰 我有无上正法 悉以父主谋喝家业以 第二项黄博禅师论心 以传心法药为主 黄博断记禅师的名著 传心法药提到 观佛座清净光明解脱之香 观众生座构卓暧昧生死之香 作词节者力和沙节中 不得菩提 围着相顾 此段法语让笔者联想到 《金刚经》所说的 虚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父子 虚菩提 菩萨于法 应无所住 心于不失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生相 未处法不失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以下是有关 传心法药 即晚灵路的内容摘要 为此一心即是佛 佛与众生更无别意 但是众生者向外求 求之转师 使佛密佛 将心捉心 穷洁尽行中不能得 不知习念望律佛自现前 此心即是佛 佛即是众生 为众生使此心不减 为诸佛使此心不添 乃至六度万行和沙功德 本自具足不价修天 欲缘即师 缘习即即 若不决定信此是佛 而欲这相修行以求功用 皆是妄想 与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 更无别佛 亦无别心 此心明静 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 举心动念即乖法体 即为这相 古时以来无这相佛 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 即是次第 古时以来无次第佛 但悟一心 更无少法可得 此即真佛 佛与众生一心无异 犹如虚空无杂无坏 如大日轮照四天下 日生之时明便天下 虚空不曾明 日眉之时暗便天下 虚空不曾暗 明暗之镜自相灵夺 虚空之信扩然不变 佛籍众生心意如此 若观佛做清净光明解脱之相 观众生作构着暗昧生死之相 作词节者立何杀节中不得菩提 为这相顾 为此一心更无为尘徐法可得 即心是佛 如今学道人 不误此心体 便于心上生心 向外求佛 这相修行 皆是恶法 非菩提道 问 何者是佛 世云 辱心是佛 佛即是心 心佛不义 故云即心是佛 若离于心别更无佛 云若自心是佛 祖师昔来如何传授 世云 祖师昔来为传心佛 直直如等心本来是佛 心心不义故名为祖 若直下见此意 其顿超三成一切诸位 本来是佛不价修成 云若如此 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 世云 十方诸佛出世 其共说一心法 所以佛密妇与魔喝大家夜 此一心法体 尽虚空变法界 名为诸佛理论 这个法起是辱于言句上解得他 亦不是于一机一镜上见得他 此意为是默契德 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 若欲会得但之无心 忽悟即得 若用心理学取即转远去 若无其路心 一切取舍心 心如木石 时有学道分 第三项憨山大师论禅世自新 有人到黄梅子云山项憨山大师请求指点降服自新的法门 内容与禅法有关 强调要超生了死 必要把一切万元尽情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以下是师资道和之情形 自云心中生灭 面面不停 犹如野马 特求开示 云何降服其心 老人士之曰 学人修行 为生死大事也 以心中面面不停 故生死不断 律师为了生死 必要把一切万元尽情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然有无始习气种子不得干净 必须参一话头 纸上都有 但不知下手功夫难以绝法 必须参善之事 开示方便 使他行过的小得意入处 如六祖习闻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当下开悟 世人不知 当了庙道理会 原不是庙 因习有助 经文无助 故当时放下而得开悟 有何庙 参禅世人以禅当作道理讲 殊不知禅乃是自心 经云 不生不灭是也 与名生死大事 知戒律尊崇 绝不敢犯 先要信力 肯心兼致 把言庙理事 使人情都要放下 此参禅仪着 原无有庙奇特 此事极拙 如肯信否 若果肯信 但把从前妄想一起放下 不容前生 缓缓专提一声阿弥陀佛 着实靠定 要观此念从何处起 如垂伦钓与身谈相似 若妄念又生 此因无使习气太重 又要放下 切不要将心断妄想 直拔几梁树起 不可东想西想 直于妄念其处 系人家秋 定 放下又放下 缓缓又提起一声佛 定观这一声佛 毕竟从何处起 至五七声则妄念不起 又下遗情 审着念佛的毕竟是谁 世人把此当作一句说话 殊不知此下遗情 方才是得利处 如妄念又起 极堕一声 只问是谁 妄念当下扫踪灭基矣 此外 潘山大师也以为是学的观点 弹射心参禅的要领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 修炼动中有不动 使七世不行 八世蹦裂 辨识了生死的时节 有生死的时节 内容如下 佛云除睡常设心 睡时不能设心 一醒就提起话头 如此不但做如是 行住茶饭动静亦如是 在仇人广众中不见有人 在诸动中不见有动 如此见有入处 七世到此不行 如此日月靠定 不计功夫 一旦八世忽然蹦裂 露出本来面目 便是了生死的时节 方不复出家之志 但参禅之时 不要求悟 任他佛来祖来磨来 只是不动 面面单提行将去 忠贤 兼 再无疑难 如是绵绵蜜蜜蜜 心心无贤 兼 日用着力作去 自有下落 第四项圣言法师的见解 六祖谈经的心性思想 与很多大圣经典有关 圣言法师早就针对此事 详家研究探讨了 其内容摘录如下 谈经的思想系统 虽用般若经 实则是言习如来藏的观点 用般若的控会 实证真如佛性 即是明心见性 谈经中引用 金刚般若经 者凡五见 引用 文书说般若经 者亦处 其目的是在证明相无而性有 强调本心及本性实在 所引般若经典 乃在取其作为修正的观形方便 那便是般若三昧 及一行三昧 谈经引用 维摩经 者既六例 共有五种观念 顿悟 守心与执心 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 及是修行 动静一体 不二 此外上可在谈经中见到 大涅槃经 菩萨界经 法华经 华严经 观无量寿经 大圣本生心地观经 等的思想 谈经的心理实践 名为无念法门 它又有无助 无者 无相等不同的名称 以无念得智慧 以无者离烦恼 以无象证佛性 谈经的生活实践 是以忏悔 发愿 受三归一 界为准则 而又将之导 归心理实践的 无相法门 从上述内容可知 如果只叫人 不这心 不这境 是不够周延的 似乎是 挂一漏万 又嫌空泛的 笔者认为 必须无念 无相 无助都兼顾 才完整 而不看心 不看境 当然是在 无相的前提之下 同时进行无念 无助的 这里的无念是 当下顿除妄想 分别 执着的心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么时 当下 得见本来面目 明心见性 而物无所得 诸法必尽空 无义法可得 这是念而无念 于念离念 做到如是生 清净心而无所助 这是无为法 才能达到的境界 与北宗人禅法 摸不到根本 而用有为 表相的功夫 都是本质上不同的 点 第五项 林崇安教授的见解 林教授在 六祖谭经族本集选集 谭经的心性 与佛性略探 指出六祖 慧能大师的佛性论 是立足于 圣意和世俗二帝 一方面建立在 新的世俗认知功能 一方面建立在 新的圣意无我 因为不偏 性觉 与 性疾 所以依此建立的佛性论 是二帝圆融 符合佛法的 缘起观 既不落入 真常违心 的观点 也不共于一般世间的 心性论 这见解 编辟入离 很值得社会大众参考 内容如下 一旦同时掌握了 世俗与圣意二面 便脱离断 长两边 呈现中道 此即不二之法 会能以这种方式来掌握中道 更可以由入灭前的副主看出 敦煌本 六祖谈经 中 会能说 若有人问法 出与禁双 皆取法对 来去相因 究竟二法禁除 更无去处 外境无情队有五 语言法相有十二对 自信启用有十九对 此处以相对的方式来阐述佛法 同样在曹西本六祖谈经中 会能说 若有人问如意 问有将无对 问无将有对 问凡以胜对 问胜以凡对 二道相因 生中道义 以明显暗 以暗显明 来去相因 成中道义 余问西皆如此 可知上述 佛性的常与无常便是采用 常与无常对 二道相因 生中道义 来去相因 成中道义 这种佛性论 是二地圆融 符合佛法的缘起观 套用 心经 的句子 可以说会能的 佛性论 是 心不义空 空不义心 心即是空 空即是心 林教授认为六祖会能大师阐述佛法的方式 目的很清楚是要破除边界以掌握中道 他又分析 性极论者 性觉论者 所重视的差异 指出前者重视心的自信空 是以理为重 后者重视自信空的心 是以 是 为重 双方分别强调圣意空性与世俗觉知的一面 唯有掌握两面才是中道 又说道 依据缘起的观点 众生在生命长流中处在开放的系统和动态的过程 个体生命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涉及先天后天的影响 然而将众生心的认知功能称作佛性或是将众生心的空性称作佛性从世俗地或圣意地来论都是不与佛法的缘起观起冲突的 此外 禅宗石牛图就是将修行心法以图画来表示所产生的作品 世道义合一 禅义合一的例子也是值得参考的 第五节搜寻 这自在般若系典籍与禅集出现的情形 有关天台宗之禅观 楞严经之禅观 为世学之禅观部分 笔者先利用电脑搜寻2008年版的 大正藏与万新转续藏经资料库 然后再搜寻般若不点击资料库 最后才则要说明之 搜寻所得部分将以图片呈现如下 复图一 在2010年11月25日以 这自搜寻大正藏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共得74924项 著经名之后的数字代表页数与栏位 此外 笔者顺便搜寻与看字有关的部分 例如以看心、看镜 不看心、不看镜 搜寻大正藏与万新转续藏经 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最后与这心、这镜、不这心、不这镜 做比较而得到以下的数据资料 搜寻大正藏2008年版电子佛典资料库 得知第48册第2007经 看镜出现四次 著经名之后的数字代表页数与栏位 第六节结论 汉山大师在众客、六祖谈经 得一本众客之曹西原本 蓄里提到 是遵说法四十九年 乃云未说一字 墨后碾花 家夜破颜为笑 于是有较外别传之指 西天四期 祖祖相传 是为新印 达摩东来 直指一心 不立文字 六传至曹西 一波乃指 以其信心者众矣 六祖得黄梅新印 以物本来无一物 最为的古字 开法于曹西 以无说而说 门人废生竹快 祭之曰谈经 其所指示 虽般若一心 心外无法 达摩西来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不立文字 目为单传 此经岂非文字乎 然书不知此事 人人本来具足 不欠义法 不立义法 此谈经者 人人皆知出于曹西 而不知曹西出于人人自信 人人皆知经为文字 而不知文字只指自心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一味平等 缘无先毫毁必处 净空法师认为 学佛就是学觉 学悟 觉悟本性 本性之中 妙占原籍 圆满具足 如如智慧德乡 法界原是一真 一乡 一行 奈何众生自作聪明 知见力之 不悟识乡 染着五欲六尘 岂无量迷障 沉沦六道 生死流转 时由于此 佛祖慈悲 昔来之指 叫我们顿悟本性 自成佛道 是以迷关未破 万劫苦修也不能超凡 普愿大家有志同学 笔者学佛以后知道初学佛者要执着于佛 法 僧 要看心是看守着自己清净无为念盘的这个清净心 未成佛时是有念的 要有六种正念即念三宝 佛 法 僧 即念师 念戒 念天 无念而念 无助生心才是正义 佛陀的五十八教 一生弘法四十九年就是视线一心不二乱的 至于领悟空 无我的道理就是正见了 至于为世学对境 染的见解 以及为摩洁经所谓的不二法门 可参考以下列举的内容 第六十三独建立染境根本 弥陀演义 云 小城不信有八事 独有六事 三独为能熏 六事为所熏 三独熏六事 流转生死 为染根本 三独不熏 以戒定会熏六事 即正涅槃 为境根本 出地即为八 愣家经 第四云 出地则为八 第九则为七 七亿复为 八第二为第三 第四为第五 第三为第六 无所有何次 祝云 顿教不利阶级 故许互为 莫言无所有何次者 为一切具浅 何论次第 静明莫祝 为摩津 于是文书师立问为摩洁 我等各自说以 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时为摩洁 莫然无言 文书师立探约 善灾 善灾 乃至无有文字语言 是真入不二法门 从上文可知 法门有无次第 是关西道建修或顿物的层次的 而不二法门 是超越文字语言香的 微摩洁莫人正式以身世道 也表示要超越新元香 名字香 潘元香等趋望香的 有关六祖谈经 做产品 经文到底是使用 不这心 不这镜 还是 不看心 不看镜 笔者认为 陵墓大卓 较定敦煌本还有使用 不看心 不看镜 而于景博寿主张用 不这心 不这镜 竟然与其历史学术专长相反 也许是意识不察而已 柳田圣山者 侮辱军义的 中国禅思想史 可供参考 其文提到西田林木方面倾向于哲学 而舍弃历史 于景方面则倾向于历史研究 而忽视哲学 其详细内容摘要如下 我们无名要注意这样的事实 西田林木两博士的哲学 与于景博士所代表的印度哲学研究 都采取同样的态度 本着与西方文明接头 而对东方的东西做深刻的学术反省的立场 但他们却走着完全不同的方向里 避言以避知 西田林木方面倾向于哲学 而舍弃历史 与景方面则倾向于历史研究 而忽视哲学 李班蒂说 禅河学术距离最远 但在思想方面 却被连接到最为近代的哲学上去 好 重途 重途 重途